刚才咱们把这个HDF5的数据源制作好了 那么下面咱们就来用Cafe训练一下咱们人脸关键点检测的这个网络 那么大家看就是说现在可能大家看着有好多Porto TIT 有点懵是吧 那么这些其实是咱们一会儿第二阶段以及第三阶段会用到的一些Porto TIT 但是在咱们这个第一阶段来说咱们用的比较少 那么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网络的配置文件长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对于这种HDF5的数据源 我们需要改一点东西 就是说之前咱们在Type上一般不都是写RMDB吗 咱们在这里就是写上HDF5Data 咱们改成这种格式 就是说咱们写一个Type改成HDF5Data 然后咱在这里需要写指定一些HDF5Data的一些参数 那么首先第一个参数就是说指定了这个源 那么这个源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个Train.TIT 那么这个Train.TIT它是不是里边有一行说了 然后这个HDF5在什么位置 所以说咱们只需要告诉这个网络 咱们这个Train.TIT在什么位置 对于咱们这个EF这个网络来说 然后这个Bitch是大家可以选的 那么我在这里写了一个比较小的 为了一会儿运行能快一些 一般来说取64是比较好的 那么下面咱们就一点来看看吧 其实后面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无非就是进行卷积啊 迟化啊 卷积啊 迟化啊 然后最后有两层全连接 咱们直接往后看吧 最后两层全连接 唯一不同的就是说 我们看最后一层全连接 我们主要在这看 最后一层全连接输出是什么 输出是等于10 那么这个输出等于10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要让这个网络啊 最终输出来的是10个值 那么每一个值呢 代表着这个关键点相对于人脸框的一个位置啊 咱们最终啊 想要网络输出来这么一个值 那么咱们是怎么让它输出这个值呢 咱们是通过这个欧式距离 我们看咱们怎么定义Loss的 定义Loss啊 跟之前有点不同 咱们这个Error的意思 Error的type 我们看是一个欧式距离Loss 也就是说呢 咱们要比较一下咱们预测的和实际的 之前一个欧式距离的差值 咱们是用这种Error来经营比较的 好 那么下面啊 就是说咱们分了春和泰斯的两个阶段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来实际的啊 跑一下这么网络 其实跑这个网络啊 没有什么太难的 咱们只需要再指定这么一个SOAR文件 SOAR文件呢 就是说在这里啊 测试了啊 设置了很多的超参数 然后呢 咱们设置啊 每1000次进行 每1000次迭代进行一个测试 然后动量等于0.9 基础区率0201 然后保存模型 保存在哪里 这里啊 因为我是一个CPU的环境 我就是设立一个CPU的MOD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来实际的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啊 就是说 咱们首先啊 我就不定用这个脚本来进行运行了 我直接就是通过一种命令行的格式 首先呢 咱们啊 在这里需要先指定 就是你Cafe啊 这个安装路径在哪 在这里啊 Cafe的安装路径啊 就是说我的安装目路径 安装路径 如果说大家路径啊 是什么 咱们就把大家路径啊 写在前面 然后呢 咱们可以调用Cafe 这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可制限文件 叫做Train 然后在Train后面呢 指定一个杠杠搜尔 杠杠搜尔 就是要指定好咱们的这个搜尔文件 就是咱们现在来说的是EF 也就是说全局啊 进行一个预测 我们指定EF啊 E代表着第一个阶段 F呢 代表一个全局 指定一下咱们这个搜尔啊 在什么位置 最后呢 咱们啊 指定好搜尔在什么位置之后啊 咱们回撤一下就OK了 其实这些操作啊 都是比较基本的啊 咱们之前也都说过太多次了 这里啊 咱们就不再详细的去说了 咱们来看一下网络训练的结果 在网络训练的时候啊 首先他会先去读这个数据啊 就是说我现在一个虚拟机啊 他读数据还是很慢的 在这里卡这么一小会儿 先要把你HDF啊 这个数据源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呢 他就先他就要进行不断的迭代了 我们也看啊 现在刚开始Loss啊 是等于一点多的 然后呢 随着迭代 我们看啊 第一个啊 现在迭代200次了 迭代200次之后啊 Loss是0.50 Loss是0.50 0.24 咱们再往下看 咱们多看几个吧 看个2000次吧 然后Loss是0.19 诶不断收敛的是吧 然后呢 咱们在观察这个 春Loss的时候啊 其实咱们更值得观察 就是这个Tesloss 很有可能啊 出现这种过拟盒的现象 咱们主要来看一下 这个Tesloss啊 会不会缩小 诶现在Tesloss啊 是等于0.19的 现在是1000次啊 咱们看一下2000次的时候啊 这个Tesloss 会不会还进行一个下降 现在是0.19 Tesloss啊 是趋于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 咱们来看 这个Tesloss啊 可能还在不断的下降 现在啊 这个网络迭代很快 大概迭代了1800次了 诶就是说啊 什么影响 咱们这个网络的迭代速度啊 咱们先来看吧 这个Tesloss Tesloss等于0.2 诶还是没见到太多 咱们再等一等 再多看几个 咱们来说一说 什么影响网络 这个迭代速度啊 诶什么最影响 就是说啊 其实之前很多同学问我 就是说 训练网络啊 可能很慢 诶 那么主要导致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导致的原因啊 就是啊 你这个输入的大小 咱们刚才啊 实际上输入大小 是一个39 乘以39的 所以说呢 咱们的输入 还是比较小的 那么如果说啊 你让你的这个输入啊 比较大 你让你输入啊 是一个256 乘以256的 那么速度啊 肯定就不是 现在这个速度 那就会非常非常慢的了 也就是说 最影响你网络的速度 还是你输入的大小 你输入大小啊 越大 你的速度啊 会越慢 那么这个东西啊 是乘一个数量机进行增长的 啊 如果说你太慢了 实在没招 改改ByteSize吧 把ByteSize的设置小一些 那么可以看 现在咱们的这个Azure 还是往下减的 嗯 可以看 就是说 现在的咱们的这个TestAzure 可能还是不是太好 是吧 到0.2左右啊 它就不降了 咱们先给它Q掉 我改一改 就是说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可能你觉得 你这个网络的模型啊 效果不是很好 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 最简单的办法 咱们把学习率啊 给小一些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学习率 我再给它 小个十倍 咱们还是运行 这么一个网络啊 我们看 学习率 该再减小一些之后啊 它能不能再快一些 能不能不是再快一些 能不能啊 更收敛一些 我们看 之前的这个Loss 大概是0.2左右浮动 我们来看 现在Loss 现在Loss 现在已经达到0.1了 是吧 也就是说 咱们啊 一旦发现了网络啊 可能出现一些 不收敛的情况下 最最有可能的 就是你这个学习率问题啊 首先也就是来先调调 这个Learning Rate Base Learning Rate啊 这个基础学习率 我们看现在多少次了 现在1000次了 这个Test Loss啊 Test Adler是0.09 对吧 咱们之前1000次 Test Adler是等于0.2的 然后第2000次也是0.2 没发生多大变化 但是现在呢 咱们把学习率啊 减小之后 这个Test Adler是一个啊 不断处于收敛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 这个Test Adler也是 都是比之前啊 要好一些的啊 咱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2000的时候吧 效果能不能再好一些 嗯 现在2000是不是0.2.09啊 咱们就不再往下继续看了 也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网络是一个 收敛的还比较不错的 最开始Loss是一点多 现在啊 Loss是0.0几的 而且啊 还在往下去收敛的 如果说呢 再迭代下去啊 肯定Loss还会往下降的啊 咱们再看吧 看看34得了 如果说啊 现在是GPU的环境 那就呜 一下就跑完了啊 就是说CPU和GPU的差距啊 还是比较大的 我这个CPU的速度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 好 第三千次了已经 我们 我们直接来 哎 第三千次的一个 Tesl error是等于0.05的 比之前0.09又小了一些 对吧 所以说啊 咱们的网络是一个收敛的啊 咱们现在网络啊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现在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咱们怎么样训练网络 嗯 咱们来看啊 咱们现在完成了什么 咱们是不是现在完成了 这个第一阶段的数据员的制作 以及第一阶段的啊 这个模型的这个模型的制作 是吧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要开始第二阶段的事了 第二阶段啊 就稍微略显麻烦一些了 咱们看啊 其实这里啊 有这么多Porto TIT 其实啊 很多都是在咱们第二阶段进行用的 咱们第二阶段 咱们先来说一说要玩什么 咱们第一阶段是不是说 已经找出来了一个相对的位置了 那么咱们第二阶段就要在你第一阶段预测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找这么一个小的区域上 哎 我们踩出来这么一个小区啊 来当做咱们第二阶段样本了 在这么大的小区域上 再进行一个微调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第二阶段要做的事了 好 那么一会儿咱们就来说 咱们第二阶段该怎么样完成这个东西 让我们化中 点 росс 咱们 咱们